年轻的大姐太怪了 不仅上下分身 遮羞布还不停地转圈 这太诡异了 吓得老爷们越看越上眼 大姐好像发现了不对劲 瞬间变回了人样 匆匆地离开了这里 老爷们以为眼里见了天使 使劲地揉了揉 可这时走来的大龄男孩 走着走着就变成了纸片人 妈妈咪呀这咋了 她再定睛一看 街上的人们都变得不正常 满身都是墨镜的男孩 行走中的人肉充电宝 两个半面人手拉手在逛街 甚至一个小姐姐在跟树精聊人生 Oh my god 难道外星人入寝地球了 吓得老爷们直往后退 又碰到另一个老爷们 可转头一看 既然是个晴天柱 随手一个大逼斗把他推走 谁知这个老爷们是道上混的 说着就要噶他的大拇指 随后男人说了一句话 让这个老爷们手臂颤抖 流了一脸的老泪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就在刚刚的三天前 老爷们为了一块的巨款 在老门上开个洞 从此他就有了天眼 那些外星人 其实是别人内心的创伤 因为有天眼 所以叫陈好 这天陈好看到更加诡异的一幕 女人的筷子腿发生侧漏 竟然不停地往外流沙子 这被有天眼的陈好看到 可诡异的是 沙子在对面形成了一条小粗腿 上半身却是神仙水一样的人形 还不断地吐着肥皂 妈妈咪呀 这是啥玩意儿 老爷们都看呆了 可女人却起身走了 只留下一脸痔疮的男人 但他们拿到女人的手机 通过翻看聊天记录 得知女孩已经饥渴四十来年了 正在他看得津津有味道时 女人自己找了过来 突然从嘴里伸出手 陈好抓住手臂 用天眼才看清楚 沙子里写满了汉字 为了治疗身受重创的女人 陈好做了一把好人 知道你们不爱看 这段就不说了 事后他准备睡觉 突然来了两个男人 把他拽了下来 原来被晴天柱大哥请来喝茶 这次他却看到 晴天柱里冒出个小男孩 做着奇怪的动作 原来小时候的大哥想用镰刀 换闺蜜的机器人玩具 就在两人争夺时 发生了意外 闺蜜的手指被嘎掉 他害怕的直接跑了 当心结被打开后 晴天柱盔甲也散落一地 他因此愧疚了八十年 单膝跪在地上 不停地对闺蜜say sorry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 割下了自己的拇指 当陈好用天眼再次看他的时候 男人已经恢复成了男人 这天他来到医院复查 无意中看到 自己变成了沙子腿 并且拥有了纯银打造的铁手臂 更诡异的是 他突然看见 老爷们正在自恋 这是一个没有三观的鸭蛋回头 来了老丁 妈妈咪呀 这鸭蛋竟然是他的前女友 再盯睛一看 还是不要脸的女人 一年后 医生及时赶来 陈好说出刚才遭遇的怪事 可前女友早在几天前就死了 据医生推断 应该是陈好自己内心的创伤 为了查明真相 他看了七天七夜 终于找到了没脸的鸭蛋 他们一起来到曾经居住的房子 看到以前最爱的粉色衬衫 这让他想起了什么 伤心的哭了起来 还好有陈好的安慰 可第二天醒来 老爷们发现 鸭蛋竟然也开了天眼 而自己的麒麟臂 和沙子腿都消失不见了 陈好为了能看清事实 自己给自己钻开了脑门 当他再次看向鸭蛋时 女人编脸比翻书还快 蒙圈的陈好有点蒙圈 原来鸭蛋竟是杀害女友的凶手 想起一气后 陈好找到医生 他终于看清 医生是一只水里的鸡鱼 原来他小的时候 老爸眼里只有小鱼儿 不愿看他一眼 他生气的打破鱼缸 他渴望被老爸看见 才会做出这种扭曲的实验 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故事的最后 陈好原谅了鸭蛋 还生了99个孩子 谁心里没几个创伤呀 都说出来 看谁的最狠 感谢关注蛋蛋 下期见 拜拜